感谢点赞 谢谢 你把我管嘴 你把我管嘴 你让我流泪 欢迎来到直播间 分享一下粉丝去 我用这个小号播一下 叫人们睡不着 然后 我这个号也好久没有直播了 就小号给大家聊一下天 分享一下粉丝去 然后咱们把 这样子点一下 打一包杀人 感谢受了的小西西 谢谢 这么多人啊 三百多个人寄来了 我以为都睡觉了呢 四百个人都寄来了 二妹怎么没来的直播间 她休息了 驾人家 那她休息了 你们都骂他 你们都说他不好看 他不想出来了 打一把杀人 直播院六百多人 马上一千人 分享一下粉丝群 对 分享到粉丝群里面 谢谢 小娃去哪里了吗 我不太清楚 最近也没有联系 我也比较忙 他也比较忙 他可能回家了 还是去做其他工作了 我也不太清楚 他只和那个老婆非说 你们直接去喂他们 不就OK了吗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面的环球 我怎么知道呢 我又没有跟他们一起 对吧 加勒妹 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 你们想知道他们的事情的 你们就直接喂他们就行了 他们也有自己的账号 他们也会直播 知道吧 你们直接喂他们 他们就告诉你们了 你们在哪里啊 去哪里了 非手了 没有 他们都会告诉你们的 好不好 乖 你们来我直播间 就喂我个人的事情就可以了 好吧 他们的事情 你们就直接去喂他们就可以了 好不好 吴走 吴走来找我 他明天就来了 他明天就来了 对 他说他明天来 他那天答应我三天之内来 我不知道他真的会来还是讲的来 他那天是喝了一点八加一吧 可能所以 我不知道他会真的来还是讲的来 如果他真的来了的话 我觉得他是说话比较算话的 还是可以的 你像包了 我像包了 但是我又开直播了 家人买 因为我这个小号好久没有开过直播了 所以呢 我就又这个小号直播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小号没有给你开车了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家人买 没有给我开车了 谢谢 感谢点赞 谢谢 欢迎来到直播间 欢迎来到直播间 谢谢 你心里有儿子吗 你们说有他就有 你们说没有他就没有 这个我也不好说 有那么一丢丢啊 有还是没有我也不太清楚 你们有又能怎么样 没有又能怎么样 对不对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有那么一小丢丢啊 一小丢丢 但是再过再过再过一个月 可能那小丢丢也没有了 知道吧 因为儿子都要集会了 对吧 都给一老板都要集会了 我见见着人家的老婆 有什么意思吗 那是人家的了 那是别人的了 是别人的妻子了 我在把人家的妻子 抓在我的肚子里面干什么呀 这是我的不对 知道吧 对 以前是 以前是 是单身嘛 所以就把他抓在我肚子里面 现在 跟别人成妻了 就就应该要把他 丢出去了 丢出去了 对 不能再抓在肚子里面了 如果再抓在肚子里面的话 那是我的不对了 对吧 哇 你说鸡酒不吃吃 反酒天上老外都地下美女都 你非要抓一个别人的妻子 在你肚子里面 这是我的不对了 知道吧 明白了吧 是这么一个道理 知道吧 家人们 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感谢点赞 谢谢 他们飞开不飞开又给我什么关系呢 飞开又能怎么样 不飞开又能怎么样 对不对 哎 对 我找个老婆 我肯定要找一个干干净净的 干净不是说脸上干净 头发干净 衣服干净 干净的是圈子干净 知道了吧 找个老婆 肯定就是说 我知道最起码 没有跟别人耍过朋友 我号召 至少是能干干净净的嘛 对吧 我阿伟都这么干净 对吧 这么多年都没有耍一个女朋友 你说我找一个女朋友 跟人家耍过朋友的 那这怎么做老婆呀 那周末都想到那件事情 周末都 周末我都会想起 知道吧 想到她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 怀念 我周末我都在怀念那些事情 那不行了呢 你们都是蟑螂 蟑螂是什么样的呀 蟑螂卷地不是我这种的吧 你懂不懂什么叫蟑螂呀 知道吧 我有扎到谁了吗 没有吧 对吧 对 我都 我都没有谈过恋爱呢 没有耍过女朋友 我怎么扎到别人了 就是这话说的 这话说的 我这辈子我都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这 我的人认识刚刚开始 你们就唧唧歪歪的这样子 二百五是什么意思啊 二百五 你要给我二百五吗 拿来呀 你要 你要给我你就拿来呀 我要啊 你敢给我就要你又不敢 你又不敢给我 你又叽叽歪歪的 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找个老婆的话 第一没有跟别人耍过朋友 第二他耍了也偷偷的耍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勉勉强强的能接受 知道吧 但是我明明知道 我喜欢的那个人 跟这个人 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我再去 接受的话 那我 我是接受不了的 知道吧 直播就二千五百人 马上三千人了 咱们把账的点一下 谢谢 你们说对不对吗 我未来的老婆 我未来的老婆 她耍过朋友 没有关系 知道吧 但是至少 是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她跟别人耍过朋友 对吧 那如果说 我知道的话 我心里绝对会不舒服的 对吧 她睡在我旁边 我晚上周末都会想着 她跟那个人 怎么怎么样 有眼 我就是比较喜欢吃醋的一个人 知道吧 她是老婆 不能开玩笑的 对不对 所以我 我未来的老婆 我不敢说 她有没有耍过朋友 但是呢 至少 我不知道 在我看 看到的情况下 没有跟别人接触过 对吧 真的是这样子 啊 所以呢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我就站在你们面前 你们看我 有几分像从前 不像从前了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知道吧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我 我变了 知道吧 家人们 不是我变了 是这个世界变了 不是世界变了 是别人变了 知道了吗 所以说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也不是 也不是说 我也可能是 岳飞的原因吧 岳飞上天阿牌 让我现在才开始 知道吧 我的人生刚刚开始 还没有到头 知道吗 懂了吗 你去找阿子 不要再说了 好吧 以前 阿子跟一老婆 在一起的时候 我去找的时候 你们都在骂我 都在说阿伟疯子 阿伟疯子 阿伟是个二百五 天天骂我 现在他们吵架了 你们叫我去 找他们干嘛吗 早不叫我去 晚不叫我去 这个时候叫我去 让我去 他们两个 明天又和好了 然后让我去 打电脑炮 到时候 粉丝都在骂我 他们两个非开 都是因为阿伟的原因 阿伟在中间搞乱什么 又把责任推在我身上 所以只要我知道 跟别人在一起过了 我就不喜欢了 曾经有喜欢过 但是现在不喜欢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吗 我是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呢 你们以为 你们以为 你们以为我阿伟是 我阿伟是 一天就 跟二五八瓦似的 跟这个地球转什么 是吧 你们以为我真的只会 在一个数字上吊死吗 成绩这样子事 我不甘心 知道吧 我不相信是事实 我不想给自己留一哈 所以才这样子的 这把我打二百五了 现在想让我去掉头 好嘛 不是回头草 我可以掉头 但是掉头又能怎么样 掉头了 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知道吗 真的不喜欢了 说实话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吧 真的不喜欢了 你们怎么说我也好 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喜欢我就喜欢 不喜欢我就不喜欢 我喜欢直说 有什么就说什么 知道吧 感谢点赞 谢谢 咱们给亚伟 亚伟哥点点赞 谢谢 直播就三千人了 马上 给亚伟点点赞 谢谢 我喜欢我就会喜欢 大打的去追 对吧 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了 就这么简单 出白了 二妹我们两个的话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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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这个想法 但是呢 要看 看原费吧 我觉得 看原费吧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 我喜欢就能在一起 知道吧 但是至少要看原费 有没有这个原费 如果我喜欢二手的话 早就几亏了 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也不喜欢比我年龄大了 也不喜欢二手的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吧 也不喜欢那种